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也关心孩子的灵命 所以在我们这个养育爱主第二代的系列里面 我们要来讨论一些父母亲 他们最大所谓他们最担心的事情 其中有一个 那就是许多的父母亲告诉我 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他们小的时候是抱着孩子到教会 接着牵着孩子 甚至拉着孩子的耳朵到教会 但是到了一个地步 他的孩子跟他讲 跟父母亲说 我讨厌教会 我不喜欢去教会 我不要去教会了 当父母亲听到孩子这样子的拒绝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当孩子 我们的青少年 失去了对教会的兴趣 我们做父母亲的 如何来做下一步 在圣经里面 新约 使徒新传第二十章 那里记载的 保罗来到一个地方 有一个通宵的聚会 或许是他所讲的牵涉到许多的神学 或者是空气不好 或者是太沉重了一点 其中教会里面有一个年轻人 他的名字叫做尤推谷 他的希腊名字的意思就是 很幸运的意思 这个孩子听到保罗他的信息 失去兴趣 竟然就沉睡 然后就从窗口就跌下去 到地上三楼之高 他就死了 保罗下去 然后行了神迹 叫这个年轻人又复活 教会得到许多的鼓励 真的是一个幸运的孩子 有推谷 他虽然失去了对教会的兴趣 但是他也被救活 灵命的救活 我们可以说 许多时候许多的父母 他们也这样子 不知道该怎么样帮助孩子 当孩子说我们不喜欢去教会 是的 吸引孩子 年轻的孩子来到教会 是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 有吃的 第二个 有玩的 还有 有朋友 这是所谓的英文的三个F Foo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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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 的确孩子们来到教会 总是为了这些原因 而不是因为牧师的讲道 但是 很重要的就是 孩子们要从这三个 有吃有玩有朋友 他们要怎么帮助他们 然后成为是他们的信仰 从父母亲的信仰 变成孩子自己的信仰 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孩子说 我不想去教会 千千万万 我们信徒 父母亲不能说 好吧 你就留在家里 你可以不必去 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 不但是要帮助教会 或者跟其他的家长 我们怎么样使教会的 所谓的节目 或者是来更有吸引力 我们也帮助孩子 能够在教会里面有朋友 的确这是很难 教会小尤其是如此 或许你会考虑 要是否要换教会 好叫他有更好的 所谓的青少年的节目 或者有更多的朋友 但是不论如何 我们需要做的事 不就在那里 就停止让孩子不去教会 亲爱的朋友 我们需要跟孩子来讨论 为什么是我们去教会 我们要跟他们来讨论 信仰不是看人 而是看神 自己与神的关系是如何 做父母亲的 就是要在这个时候 要帮助孩子来认知 然后他们自己的信仰 这是不简单的 但是绝对不能在孩子说 我不去教会了 我不喜欢就放弃 亲爱的朋友 我们要帮助孩子 尤其在他们说 他们不喜欢教会的时候 帮助他们认识 自己要谦卑 信仰 不是看人 不是看节目 而是自己与神 跟主耶稣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